好, 今集回到Digi王, 今天來抽小新東西 前兩天出了Teen X抗體, 終於出到七魔王了 這個別西卜, 蒼蠅王 不過看過能力後發現和隊伍好像不太相配, 它是氣用 性格是氣用, 然後... 技能有一大堆的狀態無效化 觸電, 然後有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好像是混亂 冬結, 氣絕, 睡眠, 風必, 無效化, 六回合 美方全體, EC 60% 提升 有一下迴避, 副技能用完之後又可以幫自己加回避 然後用技能就... 有個什麼暗熟性 即是...會令到別人看不到東西 然後攻擊的時候很大機率會失去 有個暗熟性 即是盲眼熟性 不過看上去感覺好像... 不算特別屈機 即是...如果說回避, 說保命 紅蓮有兩下, 紅蓮X 然後用主動技的時候, 還可以全隊伍再加一下 那它... 只有一下, 還要幫自己再加多一下 又不是加到整隊伍 感覺上好像差一點 防禦性能那方面 不過它那個狀態那裡就好像多一點 無效化, 紅蓮好像就沒有那麼多 對, 紅蓮我記得它是怕睡眠的 怕睡眠和怕... 冬結 對, 它... 多一點狀態, 技無效化 對, 但是它是氣勇呢 它不是冷靜 它又無法配合真紅蓮 所以我意思意思, 我抽一圈算了 我對多天地獄本身都不是特別有愛 即是我是打算來抽一隻千年獸 今天, 又抽一些石 抽一圈, 看看怎麼辦 先看看 因為現在的隊伍 基本上... 即是如果有千年獸的話 基本上是如虎添翼 我可以丟走那隻奧米加 丟走我的氣勇那隻奧米加 然後再... 等一隻千年獸 再幫我另外那幾隻... 那幾隻... 那幾隻冷靜那幾隻 再加迴避 相當屈肌 不是說笑 只要中到的話 基本上現在競技場的配法全部都是這樣 打到上去厲害那堆 高排名那堆全部都是這樣 差不多八周 千年獸 直接來 浪費石頭 浪費時間 我猜 我猜競技場最強的配法就是... 紅蓮X 真紅蓮 加一隻千年獸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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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等其他性格可以再提升一下 不要每個人都只有一個配法 真的... 現在... 紅蓮X加真紅蓮加千年獸 很噁機 然後加多隻 黑奧米加 那隻有即死那隻 那隻又是冷靜的 一打... 他主動技是打三隻 60%紀錄會有即死屬性 配上那隻真的... 嘩... 噢... 我全部都有了 是差一隻千年獸 好呢 他又是給我一隻龍帝 看來都真的沒那麼順利 但這隻龍帝 我看... 我競技場那裡打過 好像都不錯 對... 對... 競技場那裡打過 他... 他... 等等... 他... 他...他那隻火呢... 他那隻火呢... 他那隻火啊... 全體80%紀錄... 奶火啊... 對... 對... 他好像是會... 會...會有... 會有...會有... 還是... 還是... 都幾痛啊... 被他燒一夜... 呃... 唉... 繼續... 對... 如果你隊伍沒有防火的話... 奶個招火的話... 基本上... 他燒一夜... 差不多燒半條血... 你打多一下... 基本上... 沒有消失... 好像沒有啊... 對...沒有啊... 重複了... 那些真的... 感覺上有點浪費啊... 他又不能像龍珠一樣... 下去開路... 重複了... 拿去升技能... 你知道嗎... 但是... 如果本身已經升滿了之後... 再重複的話... 那... 那就... 完全是浪費... 嘩... 兩隻彩? 那... 好... 但... 未必是... 頭牌... 說不定是普通究極體... 他是奧米卡... 他不是奧米加... 對... 對... 那... 再看看... 兩隻... 叫做兩個希望啊... 來啦... 千年數! 嘩... 嘩... 機佬... 來啦... 千年數! 又是機佬... 搞錯... 這隻奧米卡... 看真舉都是給你一些假的希望... 可以死的... 什麼聲音呢... 劍王... 他虛假的希望... 有機會變得彩... 不過算了... 沒有啦... 一隻都沒有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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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都沒有啦... 再一次殺啦... 如果都撞不到啦... 我想要等復刻啦... 都不夠時間... 哦... 哦... 應該真的沒有啦... 他沒有特別畫面... 沒有啦... 全部完全看... 真的這麼難出... 這隻東西... 難道他查到我的帳號有紅蓮... X有真紅蓮... 所以不給我... 這隻給我兩隻... 我撞到他了... 或者我遲下再升一下這隻... 真的... 他... 看見那些人用都厲害... 我遲下再升一下再試用一下... 對了... 那這集聊聊先啦...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 See you!